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台日友好 电影《逆光飞翔》男主角黄玉祥邀日本视障音乐家来台演出 黄玉祥在2012年与张荣荣合演《逆光飞翔》 奋斗故事感动韩国、香港观众 近年致力推广视障音乐交流 今天、6日 于高雄师范大学 高师大、京台男士又名视障协进会理事 孤静心以音乐点字乐谱协助弹奏 乐音回荡于演讲听会场 黄玉祥用熟悉的笑容征服在场近百名民众 孤静心在场牵著黄玉祥手点字 逐一弹出美妙音符 而音乐点字在日本盛行已久 如同视障者乐谱 不需旁人协助即可自行点字演奏 国内并未普及 孤静心于2011年与妻子吕千玉前往日本 祝波大学附属特别支援教育视觉障碍学校研读 花一年多时间学会 演奏生涯进入不同领域 孤静心说 弹鼓点吉他不用死记乐谱 不麻烦别人 学音乐很快乐 连在厕所也可自担 台日视障音乐交流演奏会 邀请日本则村又思 藤吉一宇 雄泽才子及川端美术来台 8月11日晚间7点在高师大演艺厅 12日下午2点在台南南访购物中心5楼梦想舞台演出